如何改變你對花的刻板印象? 關鍵答案是 叮! 有了這些花氣 我們就可以體驗一花入魂的快感 大家好歡迎收看花育小學堂 我是Hana 如何改變你對花的刻板印象? 用幾支花就能擦出氛圍感? 關鍵答案是 如果你也喜歡擦花 請不要錯過今天的影片 一起來打破框架 不讓想像力被限制住了 在擦花前你會先選花器還是先選花? 最近有很多客人會來店裡選購鮮花跟花器 其實通常我會建議客人可以先挑一支符合居家氛圍 然後你喜歡的花器 選好花器之後腦中比較容易產生畫面 你再擦花就會變得容易很多 那我們今天會使用的花器是由 糧式設計所製造的淨物花器 水果的樣貌有富足的象徵 白色可以給人很寧靜的氛圍感 可以融入各式各樣的居家環境 擺在家裡它可以是一幅淨物畫 也可以是一幅風景 同時它也是一支花器 那我們就來開始擦花吧 叮! 我們就會用這些淨物花器來做示範 用國產花會搭配這些具有現代改的花器 會產生什麼樣的火花呢? 我們就從香蕉開始擦起 像這樣子線條造型個性都非常鮮明的花器 加上它又是純白色的 簡單的放上花就會很有氛圍感 我們可以從它的外型上觀察 它是非常有弧度然後造型很搶眼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選擇不要那麼筆直剛硬的花 帶有一點彎曲然後也是一樣柔軟有線條的花 所以我們今天要擦的花是風鈴結梗 風鈴結梗是這樣子向上生長 但是它會非常的彎曲然後有線條 是一個優雅的花 我們在春天可以買到很多國產的風鈴結梗 非常可愛 然後它還會有花苞 我們的長度大概就是也是留的跟這個香蕉三根 一二三 只要單隻直接把它放進去 我們甚至可以讓它的弧度不要跟香蕉在同一個方向 你可以稍微往前啊 往後 我覺得都會很有氛圍 那我們就先讓它在前面 那我們就來擦柿子 柿子使用的是紅色的小蒼藍 白色的露蓮花 現在春暖花開的時節 正是這些春季比較稀少的花彩的季節 這些花器裡面柿子是屬於比較矮的 就是它是矮胖 但它的孔也是相對於其它的花器比較寬的 所以它能夠擦的花會變得比較多 那我們使用小蒼藍先把它剪短 小蒼藍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有一個線條的 它會這樣子然後往旁邊生長 然後每一朵花跟每一朵花之間都有間鋸 我們要用這個間鋸來當架構 所以我們把小蒼藍剪到短 跟這個花器差不多 就是放進去會剛剛好卡住就可以了 我們要讓它可以這樣子剛好卡在杯口 然後搭配一隻白色的露蓮 露蓮就可以稍微高一點 跟柿子做1比1的高度 甚至更高就沒關係 我們可以藉由小蒼藍然後把它卡住 讓它不要輕倒那麼多 這樣子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擦這個西洋梨 那我們再請出一隻露蓮 選用桃粉色的 西洋梨跟上面的話 我們一樣使用黃金比例1比1.6左右 所以上面的露蓮留得稍微長一些 那我們就把它剪下來 剪到你需要的長度 好然後我們一樣記得把 你會進去瓶子裡的葉子跟分枝要去掉 好單枝直接放進來 接著我們可以把剩下的一些小花包 然後也可以進來增加一點線條感 這些進入花器的優點就是 他們因為水果造型的關係 所以孔洞都開得非常小 就是蒂頭的大小 所以你只要簡單的放一兩隻花 就可以很好的被固定 很適合只喜歡插一點點 或者是單種花的朋友們 我們再放一隻史車菊 史車菊的顏色也很可愛 然後會很有春天的氛圍感 那接著我們就來擦蘋果 觀察一下蘋果的形狀 它是圓圓胖胖的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圓球體 所以我們不能擦太集中 在這邊太小的花 會顯得這個肚子太大 然後你的花比例失衡 如果我們想要擦草花 就是跟今天的氛圍是完全搭配的 你就要選擇附有線條的 能夠出來的 甚至是它的比例跟下面的重心 是能夠足夠平衡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選用翠珠 這個是淺粉色的翠珠 一樣是這個季節 然後在台灣非常受歡迎的花種 壽命也蠻好的 看起來很鮮柔 它的線條是非常髒狂 非常誇張的 那我們稍微幫它修剪到適當的長度 可以跟下面的蘋果重心做一點平衡 讓它的分岔點可以剛好卡在蘋果的杯口 那我們就可以再投入一樣色系搭配的淺粉色 包括露蓮 那我們就直接把露蓮卡進來 你看它這樣只有兩隻花 但是它已經很穩固了 你想要再加其他的草花也是沒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都OK了 最後就可以插鳳梨 一樣先觀察它的形狀 它是一個圓柱體 然後它是把這個蒂頭的地方切掉 所以它的孔是切的小小的 那我們一樣要選擇 可以跟下面的這個圓柱體 稍微能夠平衡比例的 所以我們希望它的角細 但是量挺大 平常不知道怎麼駕馭的話 就很適合拿來插鳳梨 那會是什麼花呢 那我們就來插火後 火後為什麼很適合 因為它的角很細 讓它上面的量體很大 然後光滑的質感也很適合 今天這個鳳梨給人家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插三隻這個 有一點復古色粉色的火後 主要是因為可以跟其他 我們今天的粉色系做搭配 先選一個比較復古色帶有粉綠色的火後 高度先跟這個鳳梨的話 先做1比1等高 三隻放進來 我們讓它們自然擴散開來 然後往外延伸 這樣就會感覺重心是有平衡的 那接著我想要再選一隻白色 純白色的火後 可以跟下面的白色瓶器做呼應 做搭配 然後線條留的稍微長一點 彎曲的線條也稍微誇張一點 更有個性一些 好那我們就放進來 然後讓它往外延伸 哇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發現器皿的挑選 真的對於花衣上有很大的加分展現 留白的美學 但是簡約又不失設計 搭配花更能讓人靜下來欣賞 這些畫器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沒有插畫的時候 單放在那裡 也好像一幅畫一樣 現在流行的淨物畫風格 因為孔洞小的關係 所以簡單的放上花 就會很好的被固定 是它最大的優點 它們的作品 往往帶有祝福的寓意 包括這次的淨物畫器 也都有奇異涵 每個水果都帶有不同的祝福寓意 首先是鳳梨 鳳梨象徵旺來 可以傳達好運亨通的祝福 西洋梨 則是因為造型類似葫蘆 象徵著幸福和好運 可以收穫滿滿的正能量 柿子則是眾所皆知的 它是世事如意 你可以獲得圓滿的成就 有豐厚的回報 香蕉則是因為金蕉 它可以招來好運 可以招回你的夢想 最後一個蘋果 象徵著平平安安 我們可以和健康和諧相處 祝你的生活都平順安康 又因為這些畫器 有非常好的祝福和寓意 所以適合放在自己的家裡 可以招來好運 也很適合送給你想要 傳達祝福的對象 所以有了這些畫器 我們就可以體驗 一花入魂的快感 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 並分享給喜歡茶花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試圖見面 有快感 我們不想再打發 我們不想再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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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我們不想再打開 影片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